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路加三次提及问安 强调两位母亲在未开始深入对话的时候 圣灵就感动胎儿跳动 让我们都想到 为什么施浸约翰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 因为他在母腹里表现出他一生都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这是圣灵的工作 藉着施浸约翰在腹中跳动 带出了耶稣基督降生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 是何等振奋人心 也让当时的玛利亚更加确信天使的话 其次 上帝藉着伊丽莎白强调 玛利亚所怀的胎的超越和尊贵 伊丽莎白是长辈 欢迎年轻表亲的时候 她是很谦顺地称 玛利亚为我主的母 并且觉得自己不配得玛利亚亲自去到她家 伊丽莎白不单只尊重玛利亚 更甚的是她称呼表妹的儿子为她的主 认定了耶稣就是她生命的主 玛利亚见到伊丽莎白这份谦卑 更加确认自己所怀的胎 是上帝救赎计划里面一个很重大的环节 也再次敲醒了玛利亚 令她想起天使和她说过 她所怀的儿子耶稣将要为大 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以玛利亚一个平凡女子来说 我想她也感受到自己将要肩负莫大的使命 最后 上帝藉着伊丽莎白 称赞玛利亚的相信和常福 伊丽莎白说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 都要仍然 换句话说 玛利亚不靠眼见为实 她不是等到圣灵感人成真 见到个肚子才相信 按常理 未嫁怀人对十多岁的玛利亚来说 算不上是祝福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困扰 因为她的未婚夫 她的家人亲友是否能够接纳她 都是未知之数 但是伊丽莎白很肯定地说出 玛利亚是有福的 因为玛利亚一心相信上帝的应许 以至她不会因为对眼前困境的迷茫 而怀疑上帝 她是一个有福的人 从玛利亚随后的专注重 我们知道玛利亚是多么认识上帝 被上帝的话语充满 伊丽莎白这番话 也让我们知道玛利亚有两种福分 一是玛利亚成为 道成肉身的耶稣的母亲 在粤缘关系上是有福的 而是因为玛利亚听从上帝的话 她的信心和信服 更让她得到最大的福分 中观四卷福音书 只是路加刻意去记载玛利亚 和伊丽莎白相会这件事 我估计作者路加采访年老的玛利亚 并读以玛利亚的回忆 述说耶稣降生之前的事 是为了去赞扬玛利亚的信心和信服 而很刻意去着脈 路加在下文就特别将注意力 放在玛利亚的第二种福分上 《听上帝之道》 例如8章21节 耶稣说 听了上帝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 更加显著的记载是在11章27-28节 有一女人大声对耶稣说 还你胎的和鱼养你的有福了 耶稣却回答说 是他还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行的人有福 路加很清楚的记载耶稣更加在乎的是 能够成为上帝子民的人 他们是建基于对上帝和对上帝儿子的信心和信服 理应是超越一切血缘的关系 因而包括历世历代的犹太人和外邦人 只要他们是愿意听上帝之道而遵行的基督徒 他们都是有福的 弟兄姊妹 我们问自己是否一个有福的人呢? 我们一生都会遇到一些自己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 或者听到上帝一些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的吩咐 我们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圣经多处记载 当上帝宣告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人们都有不同的反应 阿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觉得很可笑 参孙的父亲马罗亚觉得很害怕 施浸月航的父亲撒加利亚觉得很疑惑 与此相反 当听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施浸月航感到很着弱 伊丽莎伯表现出很谦卑和恭敬 耶稣的母亲马里亚也很乐意去迎接 对于新弱时代的人来说 年长妇女怀孕生子在旧弱历史上 常且是有先例的 但同女怀孕却只是一个寓言 而马里亚听了之后 她却能够随积就迅速了 但按人的角度来看 选择相信不可能发生的事 或者会带给自己麻烦 或者添加了些重担 甚至顺服了 也不一定代表问题就能够解决 有一些事 更加不一定能够在今生 就能够看到结果 但你愿意在思索自己意念的时候 尋求或者等待上帝的意念吗? 你愿意听到上帝的意念之后 选择信服吗? 即便自己看着眼前 是一片仇云惨霧 人家都不看好你所下的决定的时候 你还愿意走上帝所吩咐的道路呢? 求主去帮助我们 见心持定 听上帝知道而遵行的人 是有福的应许 基督徒 怎样才算有福? 就是那些相信 而且遵行上帝知道的 都有福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 愿我们谦卑自己 认定你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是我们侍奉的对象 求圣灵去指引我们 留心聆听上帝的声音 看重上帝国度的扩张 明白自己在你的救赎计划里面的位分 帮助我们无据生命里面 所遇到种种的危机和困难 我们都能够去学习依靠主 相信而且循服 确信行上帝所吩咐的道路 都必蒙福 祷告是逢我主耶稣 交得性的名义求 阿们